为提升本地水产养殖业的生产力和发展 政府宣布实行海上渔场长期租约机制的计划 本地110家海上渔场对此反应不一 有业者担心生计受到影响 且推出每年可续期的临时租用准证 罗伯海峡和南部海域的相关年费 分别为每半公顷3600元和6000元 面对即将推行的新计划 一些集中在罗伯海峡的本地渔夫和水产养殖业者 担心这项计划将影响升级 不过也有水产养殖业者看见了新商机 他们希望在长期租约推行后 能更有效地进行长期规划 增强潜在投资者的信心 并扩大营运规模 为了协助鱼长业者过渡 食品局将在2026年前逐步地落实新收费 为了协助鱼长的计划